一天中午,正在劳动中的白宝山中暑晕倒, 好大哥李洪亮关心备制, 提出让白宝山管家里要点钱, 做自由饭会轻松很多。 没过多久,家里给白宝山寄了一万块钱, 白宝山买了七头牛, 成为了和李洪亮一样的自由饭。 在监狱的事件里, 白宝山无时无刻不再想着复仇, 通过李洪亮了解枪械之事, 私下收集子弹。 四日清晨,宝鸡站到了, 回忆戛然而止, 谢玉敏提议要去买早饭, 下车,王强到站了也紧随起后, 下车后找到了正在开早饭的谢, 只是一句话, 惊掉了谢玉敏手中的面包。 到达四川后, 白宝山从谢玉敏回到了他家居住, 两者的关系, 谢玉敏丈夫看在眼里, 记在心里, 并无多言。 四日下午, 白宝山因为构枪失利, 对着远处发呆时, 谢玉敏从背后走来, 突然质问白宝山是否杀过人, 白宝山矢口否认, 事后独自走到了山坡上, 慢慢地陷入了河湖。 因为自由犯的身份, 白宝山搬离了集体宿舍, 同李湛玉, 段克京, 三人一间宿舍。 李湛玉平时多疑老大自居, 对白宝山非打即骂, 白宝山一言不发, 独自跑去牛棚后挖了一个深坑, 后以前藏在墙里拿不出来, 让李湛玉帮忙, 事后请他喝酒为由, 诱骗李湛玉质子。 正当李湛玉专心致志往外掏钱的时候, 一榔头砸晕了李湛玉, 拖到事先挖好的深坑里面, 快速演完, 就这样结束了李湛玉的生命。